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有冤屈的话 各位冤屈的话 各位要谨慎 各位一起翻到《撒末尔》 《撒末尔记》下 《撒末尔记》下 《撒末尔记》第21章 这个是即便人的问题 大卫年间时有饥荒 一连三年 大卫就求问耶和华 为什么有饥荒呢 在祢荣耀的圣地 为什么有呢 耶和华说 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 杀死即便人 即便人以前是Amorites的一个民族 在迦南地 他们是看到以色列人来 惧怕他们 也敬畏他们的神 所以跟他们和亲 然后有一点骗他们 说我们是远方来的 所以以色列人也被骗了 然后就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启示 好 就不杀你们 但是后来发现 原来他们是迦南地人 所以 耶稣亚按着神的公义说 我已经启示了 所以既然你们也这样的 比如说这样的敬畏耶和华 也惧怕神的子民 我们应该就是饶你们 也让你们成为我们一分子 但是你在我们当中 做这些用人 砍财的 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有这样的渴慕 上帝的荣耀的 这样的子民 扫罗一做亡的时候 全部杀掉 因为他们以前骗过我们 好像这样的光景 所以很惨 所以有冤屈出现 所以原来这即便人 不是以色列人 乃是亚摩利人中所胜的 所以这里背景都已经讲了 所以现在各位看下面 大卫王召了他们 第三节问他们说 我当为你们怎么行呢 可用什么赎着罪 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即便人回答说 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 并不合乎金银 可不是金银能买的 有一些冤屈不是你给人钱 就可以的东西 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 杀一个以色列人 大卫说 你们怎样说 我就为你们怎么行 他们对王说 那从前谋害我们的 要灭我们的 就是扫罗 使我们不得在住以色列境内的人 现在愿将他的子孙 七人交给我们 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 将他悬挂在耶和华 拣选扫罗的吉比亚 王说 我必交给你们 所以七个人 七个扫罗的子孙 在扫罗做王的那个地方 他的王权建立的地方 杀掉 悬挂 谁悬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谁为我们悬挂 主耶稣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爱罪人 但是神绝对不爱罪 罪是一定要偿还的 这是神公义的属性 所带来的 所以这个罪偿还 今天来说 上帝为我们偿还 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 但是现在偿还之后 各位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上 基督徒跟基督徒 或者跟非信徒之间 有一些冤屈 不公平 不公道 对不对 我们错怪人 或者被错怪 这些冤屈的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跟神的公义 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不处理 无论你不处理 在你的范围内 你不处理 这个是带来饥荒 对不对 整体的情况不好 因为 人的心中的那个冤屈 虽然是冤屈的话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真实性 在神的眼中有合理性 所以那个冤屈的东西 你会发现 你不处理 人一直讲 或者他们有这样说了 你不去听 不好 所以我每次说 我们活在灵界里面 我们跟人之间 对我们不能做得完全 在我的范围内 如果我看到不公正的事 不对的事 谁错怪谁 谁重伤谁 绝不能啊 绝对不能这样 对不对 在我的范围内 一定要处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要讲其他东西 你自己看 你们的家庭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比如说两个孩子 吵架 一个孩子每次欺负另外一个孩子 然后拿他的东西 或者怎样的 弄乱他的桌子 有时候这样 通常我的儿子 每次这样弄我的女儿 还是什么 然后我的女儿很生气 就跟我讲 对我来讲是小事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我没有去处理这个东西 习惯了 成为一种nature这样 久而久之 我的女儿跟儿子的关系 慢慢真的不好 好像长大变成丑人 然后有一天忽然间打架 打得很猛 还是怎么样 我就心里面知道 这是冤屈来的 所以连一个家里面的事情 小事 如果在神的眼中看 神是有公义的神 那个东西都没有处理好 都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人与人之间的冤屈 你不处理的话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有一些破坏性的工作 那个破坏者 他就会进来 所以请各位思想 我们在这个方面 我们要属灵 我们真的要属灵 我们明白神的公义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方面 愿神教导我们 教会里面 家里面出事 使徒行传六章 那个地方 讲希伯来话的妇人 对不对 跟怎样 就是 那个希伯来人 讲希腊话的妇人 跟希伯来 讲希伯来 就是有怨言出现了 在供给 分食物的东西 有出现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那个时候 使徒们马上会介入 七个指示起来 管理这事 也不能说 我们讲道很重要 祷告很重要 你们自己来 这些行政的东西 你们自己处理 绝对不能做 这个东西是 你没有那个公义出现 然后 主的教会慢慢会分裂 所以 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在使徒行传 那个地方什么事情 神的道大大兴盟 门徒家政马上就来 这样讲这句话 公义实行之后 所以人冤屈的话 耳朵要打开 当然不是每个人埋怨 讲冤屈的话 就是他对 不一定 你们要分辨 聆听